一些意外国家主要是美国 那么把大规模的战略性的武器 频繁地开进这个地区 尤其是南海地区 在这个地区要扬威 构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本地区国家安全上的威胁和压力 恐怕这才是军事化的一个地区军事化 一个最大的退省 面对这种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和压力 包括中国在内的地区国家 当然要领行我们自保权和自卫权 那么构建一些防御性的设施 但是又被戴上所谓的军事化的帽子 这是一种颠档黑白 我想任何了解基本事实的人士 都不会认同这个地区 个别的越外国家又到这里来举手滑架 唯恐我们这个地区不乱 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一个现象 因为这个地区的主角是我们这些国家 我们这些国家才正有发言权 我们这些国家才正有发言权